北京时间12月7日国宇消息 6日晚 2024印度古瓦哈迪大师赛结束四分之一决赛 各单向四强出炉 国宇表现出色 取得九胜三负的成绩 在所有包括东道主在内的参赛队中 晋级四强的选手最多 12月6日 2024年古瓦哈迪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举行 国宇十场比赛 取得长九场比赛胜利 外战仅输一场 内战输两场 明天半决赛 出混双仅剩一队选手外 其余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均还剩两人选手 其中 女单将展开内战 具体赛况如下 男单 两胜零负 王正行打满三局逆转印度选手塔伦 比较辛苦地晋级了男单半决赛 明天半决赛将对阵印度选手萨西什 后者战胜泰国队加姆斯里 另一位男单朱宣臣 发挥出色轻松战胜印度选手拉维 明天半决赛将迎战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 后者险胜印度选手阿游石 女单两胜一负 无落于击败印度选手夏尔玛 打得还算轻松 半决赛将内战蔡延延 蔡延延逆转师妹待望 为去年中国国际挑战赛的失利完成了复仇 很有意思的是蔡延延本次赛事 已经连续两次碰上自己的队友了 也已经连续淘汰队友了 明天的半决赛 她还会淘汰乌落鱼马 我们拭目以待 男双两胜零负 黄迪 刘洋今天继续赢球 两人战胜印度组合马游 维利热 第二局大部分时间领先 本可以两局解决的战斗 拖入了第三局 好在实力稍稍居上 最终第三局20比16获得赛点 最终拿下 下一轮对阵日本组合古刚大后 小野四雅之 后者内战取胜西大辉 雄古强 隋可尘 彭建钦发挥尚可 作为种子选手 两人战胜印度组合哈里哈兰 雷蒂纳萨巴蒂 半决赛将对阵马来西亚组合 谢伟杰 雷生豪 后者内战逆转流一胜 李一博 女双两胜两负 一场女双内战中 鲍黎静 李倩选择中途退赛 坑淑良 王廷哥晋级女双半决赛 明天半决赛将对阵印度组合 彭纳帕 克拉斯托 印度组合彭纳帕 克拉斯托 今日对战黄可心 唐瑞芝 结果黄可心 唐瑞芝令人失望 两人成就了国语外战紧输的一场球 两人不敌克拉斯托 彭纳帕 只不女双八强 而李华周 王子蒙打出了国语风采 两人成功中国台北队逆转陈素玉 谢以恩 明天半决赛 两人将与中国香港队屡乐了 曾小新争夺一个决赛名额 后者淘汰印度组合 普里亚梅米什拉 混双一胜零负 混双独瞄张寒宇 暴离境今天赢得很轻松 两人用时30分钟 就战胜印度组合 阿西斯 普拉木特什 晋级混双半决赛 明天半决赛将继续对阵 印度组合卡皮拉 克拉斯托 后者战胜队友 卡纳普拉姆 瓦什纳维 男单 男双 女双三个单项 都有机会会失决赛 不过女双头号 种子印度组合 克拉斯托 彭纳帕有些实力 也是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 过于两队女双 想要过关并最终夺冠 并不容易 黄正行在今年的 瑞昌大师赛夺冠之后 在宝基大师赛 越南公开赛 韩国大师赛都只收获亚军 本周可以再次冲击冠军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别忘记 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国语加油